分尖 嗨,我是脖子 哇,我們都知道 其實過去啊 非常多車友都有接觸過 未來實驗室的產品 那脖子呢 不外乎也是未來實驗室的愛好者 相信過去有看過博子影片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件事情 這次呢 這個很高興 未來實驗室提供了分別是N7D 還有第二代的打氣機 這算是他們現在比較新出的一個產品 剛好博子藉由這次影片 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定要看到最後 為什麼呢 因為最後會有抽獎活動好不好 就有三位的N7D 以及三位的二代打氣機 好首先呢 我們先來好好給大家開箱一下 這個N7D 各位可以看到 之前博子有買過N7 然後這個是N7S 相信各位應該都有買過 可是N7D應該比較少人買 首先跟大家講 N7它主要是釋放負離子 也就是除臭 跟異位分子結合 然後可以除臭 那再來是N7S 也就是這一盒 N7S幹嘛 它其實就是臭氧殺菌 相信各位回保養廠有沒有 那個工班上面有一個臭氧殺菌 其實就是這個 一樣的意思 主要專攻臭氧 那你問博子 那N7D到底是幹嘛的 如果你常常會有過敏體質有沒有 這個就很有效 因為它有濾網 它是醫療級的光觸媒的濾網 好 那首先我們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它裡面的內容物 它多了這個Future Care 然後一些說明書 然後打開之後 給大家看這個機身 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其實看起來跟我們N7 千萬不要搞混 不要跟前面兩台搞混 你怎麼去分辨這三台差異呢 其實就是看顏色 N7是藍色 N7S是綠色 N7D呢是紫色 那比較特別是什麼 它這支配有濾網 所以這裡 下面這裡 轉開來打開 就有一個小小濾網 有沒有 那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很多人買空氣新衣 最擔心是什麼 買不到濾網對不對 跟各位說 其實這個是可以隨行的 你如果用髒的 直接用水沖一沖 記得一定要曬乾 曬乾後再放進去 不然會有臭味 那你看裡面大概是長這樣子 你就放進去 然後這蓋子 壓著轉 就這樣 那一樣它這次是配這個Type-C Type-C的這個充電孔 那跟各位說 它其實是可以串連在一起 所以假設你過去買N7 N7S 你直接串在一起 它其實兩個效果都會呈現出來 你可能有負離子 又有臭氧 然後又有這個 除塵蠻的功能 再來呢 裡面它還有一盒 這個盒是什麼 這盒其實就是充電線 就是Type-C的充電線 那接著我們實際到車上 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好 那首先給大家看 我線已經接好了 剛剛已經接好了 這裡 那這個Type-C的線 那我們就拿兩台好了 N7D跟N7S 那我們先接線 接完之後呢 開電源 有沒有看到 是紫色的 那它其實就是有過濾 它裡面有一個醫療級的濾網 那你可以 如果有過敏體質 其實這是很有幫助的 那跟各位說 像這台是N7S 它是臭氧的 它下面你看 這裡有這個點點對不對 它其實是可以跟這個穿在一起 所以我們示範一下 有沒有 就變綠色了 綠色紫色同時出現 各位有看到嗎 綠色紫色同時出現 所以它不但有這個 濾網的過濾功能 同時也釋放臭氧 很多人好奇問說 欸臭氧 你長期在一個空間內 吸久了 其實對身體不好 那這部分其實我有問過 他們未來實驗室的原廠 他們是說 其實他們釋放出的臭氧 的濃度不是很高 所以對人體是完全無害的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放在車內 那當然 你說這個 脖子啊 這個只能用在車用嗎 其實不是 只是它剛好尺寸是可以 吻合在我們的這個 製杯架裡面 那它其實你也可以放在家裡 不過 很多人問說 那它平數是大概多少 我有問過原廠 他們是說 大概五平 一顆大概是可以 在五平的空間內 來進行除臭啊 或者是臭氧殺菌 或者是 過濾空氣中的粉塵 所以 最近我們知道 很多人的換計嘛 這個過敏 可以購買這個N7D 好 所以總結來說呢 一定很多人都會問說 這個聲音會不會很吵 來我們實際給大家示範一下 給大家聽一看 我們直接把麥克風放在它旁邊 那這個是很好用 因為為什麼呢 它主要是可以 過濾空氣中細微的粉塵灰塵 好 那 這台其實主要是 針對COVID-19啦 就是我們知道疫情關係 臭氧是有殺菌的功能 所以兩個結在一起 好 那看各位啦 有人可能覺得說 欸 這個兩個結在一起 好像太高了 或是怎麼樣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打氣機 接著 第二項產品 就是我們的 第二代打氣機 給大家看 這裡寫一個2 看一下它的機身 這次長這樣 非常的特別 那各位應該有買過第一代對不對 第一代是這樣 我覺得第一代有個缺點 我可以比較直接講一點 就是它的這個 這根 常常會鬆掉 然後你就直接不知道 掉到哪裡去 因為它這裡好像沒辦法 卡得很緊 沒辦法卡得很緊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第一代使用上 唯一的一個缺點 那第二代的話 它其實設計很清楚 我們先看一下裡面 裡面有什麼東西 打開箱子裡面 這本身就是機子嘛 機子我已經拿出來了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收納袋 跟第一代一樣 它有一個袋子 有點像類幾皮的感覺 的一個收納袋 然後再來就是配件包 充電線等等的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下 主機本身 其實很特別是什麼 電源鍵 然後加減 好我們先開電源鍵 它是變成全數位的 你看 然後這裡有寫電量 因為過往 你可能不知道 你電量還有多少 或是不清楚 那其實它用一個bar 這樣的方式呈現 PSI等等 那我們看上面 上面其實就是 我們這個打氣孔 打氣孔 然後這裡的話 你會問說 脖子那根在哪裡 其實它就把它藏在裡面 所以你看 往上撥一下 這個 它是完全收納在裡面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你就直接轉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打氣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打氣給大家看 然後接下來 你會問說 那下面這個是幹嘛的 好我先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充電孔 那它一樣是Type-C 一樣是Type-C 然後上面這顆呢 常按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你可以當作 手電筒的感覺 第二個是什麼 你假設車子故障了 直接放在地上 其實很方便 你也不一定要拿這個 三角警示牌 你直接用這樣子 直接放在地上 更明顯 因為它有光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 好 這個一機多用 好不好 那實際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打氣的效果如何 那接著我已經把它接上去 那這個機子呢 其實蠻特別的 是它有所謂的 精準泄壓法 也就是說呢 假設各位如果有下賽道需求 相信各位非常 喜歡熱血的下賽道 對不對 如果下賽道需求的話 它其實可以精準的幫你調整太陽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有特別問過 它的電量到底多少 這個機子呢 它的電量有2000mAh 也就是說 你大概 相信各位聽這個數據 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我把它講成 如果是可以充幾個輪胎 可能會比較清楚 它大概可以充16個輪胎 也就4個輪胎充4次 那甚至你充飽電的情況下 你可以24小時的 直接開著機子 都沒有問題 好接著我們就實際打開來 OK 那我們就實際找一個輪胎來測試一下 剛好博士也很久沒打氣了 我們來實際看一下 它的速度 打 充氣的速度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直接轉進去 直接對著口轉進去就好 給它看 然後呢它就會顯示 你看我現在是35 博士其實習慣打36 所以我就再加36 它就可以實際的去打氣 那聲音我覺得 好像有比第一代 還要再小聲一點了 第一代聲音真的是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第一代聲音比較大 剛好打到36 打到我自己想要的胎壓之後 它就自動停了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轉出來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我覺得最有感的是什麼 最有感的是它的電量 它說電量其實是比第一代多了4倍 第一代電量是500mAh 那這次是2000mAh 這相信是 比較多車友會好奇的問題 那包含我自己在使用上也可能好奇 好相信這個 詳細的解說後 大家應該對這兩個產品非常了解 那最後的環節就是我們的抽獎活動 好不好 首先呢這個N7D會提供三台 也還有這個二代打GT也會提供三台 各三台 所以總共有六位網友 好不好 六位幸運得主 想知道這個抽獎 相信請見下方資訊 大家如果想要購買的話 我也要把購買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 給大家參考 那也謝謝未來實驗室 提供我們抽獎的機會 趕快看下面留言處 下部影片見 掰掰